两岸情势紧张 台湾民意基金会上个月民调显示 有6成4台湾民众不认为中共会对台动武 仅有2成8认为中共迟早攻打台湾 而国防部长邱国正被巡视 坦言当前局势比96台海危机还要严峻 部长你讲过了你40年的 那个军队的生涯啊 你觉得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你是否这么挺 我这样讲过 是严峻的时候 那你觉得会比1996年台海危机还要危险吗 当然 外面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 台湾军队士气低落 战力不足 恐怕无法与共军抗衡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被问及 对此篇报道的看法 他是以四个月的兵役期来做一个比较 可我们现在从这一以后 大概有90%的人 20万人 90%是服役四年以上的 怎么会没有战力呢 另外有媒体报道 两岸一旦开战 国军第一波死伤达24万人 周国正博士此项数据 没有想要评估第一波伤亡多少人的 当初如果数据讲过我们第一波 如果要动员的话 第一波可以有20余万人 但不是讲说第一波伤亡那么多人 没有国家这样子算的 而国防部位提升后备部队战力 规划明年事情局部较早14天 预计总共召集一万五千人 是否与两岸情势紧张有关 周国正则表示 很多作为要与时俱进 并非完全因为敌情去做大幅调整 新唐烈士黄粮前刘志盈 台湾腿报道 YES! 最缘的